曾经有人对我说,心里怀恋着的人,见了责上的萤火,也一是从自己身体出来的,梦游的魂。 这个女孩叫佟佑成,可爱型少女,现在她正忙着找地方躲雨。 几分钟的奔跑后,她终于来到了一个公交站下,刚刚还在思考为啥下雨的佟佑成,注意到了身旁正在扒拉手机的男孩。 这个英俊潇洒,一表人才的男孩叫沈优树,真正的学神本身,不管是比赛还是各种考试,都扒得头筹。 还有,还记得,开学第一天,沈优树作为新生代表,上台发言。 这一举动引发了学校里女生的疯狂讨论。 听说前不久,她带领学校的辩论队参加了全国的比赛。 沈优树的表现超级好,还上了学校的热搜,学神本身也因此而来。 这么大的名人,佟佑成还是第一次,第一次这么靠近地看着她。 骨节分明的手,雪白的校服衬衫,被雨水打湿的刘海。 这种感觉,如同时间都慢了下来,很奇妙。 当佟佑成正在沉浸享受时,身旁传来一句话。 这雨下得好大呀。 突如其来的话语令佟佑成不知所措。 她在和谁说话? 不对,这里似乎只有他们二人。 回过神来的佟佑成赶忙回应。 你,你也没带伞吗? 那个,回家要喝点姜汤,小心别感冒。 还没等她说完,沈优树便随口说出。 雨太大了,我可能会晚点到。 这下是真的明白了,学生根本就没有在和佟佑成交谈,而是在打电话。 明白后的佟佑成瞬间脸上开始泛红,很是尴尬。 这时公交车到了,但羞涩的佟佑成认为,自己没脸和学生上同一辆车了。 自己还是等下一班公交车好了。 我叫佟佑成,爸爸妈妈离婚以后,我自己住在这个小公寓里。 一个人的生活虽然有些寂寞,不过,这么多年,我已经适应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当然,我还养着一只猫,这令我不再那么寂寞。 老王是小时候隔壁的阿姨送给妈妈的,所以我给他起名字,叫老王。 他和我最亲了,这些年,只有老王一直陪着我。 投喂老王时,佟佑成又看到了窗外不停下着的雨。 没错,他当然也想到了那个传说中的学神沈优树。 一番自我争辩后,佟佑成终于想起了自己的衣服。 对,没有错,他的衣服全都被淋湿了,只能匆忙先收起来了。 就在不出意外使出了意外,他的赵赵离他而去了,掉在了楼下的阳台上。 无奈的佟佑成只好拿起晾衣杆,想要把赵赵给带上来。 而这一幕刚好被楼下洗完澡的邻居推开门看到,真的是巧啊。 晾衣架不出意外地处到了楼下邻居的脑瓜子上。 男人捡起他的内衣抬头问道,楼上的,这个是你的。 听到楼下提到自己后,佟佑成有些慌了。 因为这是16岁的佟佑成第一次,和除了爸爸以外的赤裸男生说话。 男人拿起内衣查看里面的尺寸编号,偷偷告诉你们,里面写的是,你照杯哦。 看到这一幕的佟佑成有些尴尬,但是更多的还是生气。 他语气强硬地对着下面喊道, 喂,那个,可以还给我吗? 赤裸男听后开始嘲讽他,你那是什么表情,一脸要吃人的样子。 况且,女孩子居然会把这个扔到男生家里,真是不可思议。 简单几句话对得佟佑成哑口无声,很是无语。 但更多的是,他想要知道,这个轻浮的惹人讨厌的家伙,是什么时候搬到自己家楼下的。 第二天上课时,佟佑成在课堂上大喊一声,慌忙地站了起来。 这原因你们一定想不到,因为他在课堂上睡着了,并且还梦到了那个楼下邻居。 老师自然是不能容忍,直接开始呵斥。 佟佑成,教室不是给你睡觉的地方。 收拾完佟佑成后,老师开始告诉所有人,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新转来的陆应彻同学。 陆应彻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这一刻,所有人都在惊讶他长得好帅,只有佟佑成在尴尬。 这个人怎么跑到自己班里来了? 为了缓解尴尬,佟佑成赶忙低下头,想要努力地隐藏自己。 谁知陆应彻直接告诉老师,老师,我可以坐在那里吗? 没错,这货纸的座位正好就是佟佑成的旁边。 为了躲避他的目光,咱们的橙子赶紧拿出课本,正反已经不重要了。 该来的还是来了。 陆应彻走到他的身边后,委婉地跟他打了招呼。 这一幕被老师给捕捉到了。 老师有些惊讶,原来你们认识啊。 那正好,佟佑成,你中午带陆应彻熟悉一下学校环境。 橙子快要无语死了。 我的天啊,我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这样整我呀? 这个讨人厌的家伙,竟然转学到我们班,而且好死不死,还坐在我旁边。 到了中午,橙子带着陆应彻来到了学校食堂。 他掏出自己的饭卡表示,你还没办卡吧? 我的仙剑你用。 并且,橙子还嘱咐他,上次阳台的事,不可以告诉别人。 可这家伙还真就不自觉地说了出来,你是说你掉到我家阳台的粉红色。 两人争论间,一不小心橙子手中的饭碰到了其他同学的衣服。 橙子赶忙挪到一边,开始各种道歉。 并询问对方是否有问题。 女孩抬头后才看清楚。 这个女孩叫乔欣,校园里公认的女神级人物。 还没等乔欣开口说话,身旁的小丫鬟们就开始叫了。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走路不长眼吗? 橙子表示愿意给乔欣洗衣服。 但小丫鬟依旧不依不饶。 然而乔欣本人认为她也不是故意的。 算了,可丫鬟们却不以为然。 这个时候,录音车的声音打断了几人的交谈,吵死了。 一直说个没完。 他调侃这俩小丫鬟。 几位小姐姐,还准备要聊多久啊? 不如你们去旁边坐下慢慢聊怎么样? 我肚子好饿,我可以买饭了吗? 很快,周围便为满了人。 学神也来到了这个地方,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乔欣告知橙子,没事了,一点油而已。 我朋友说话重了点,你别放在心上啊。 刚好下午有体育课,我等会换运动服就行了。 你真的不用在意的。 这时,身旁的学神却告知他。 乔欣,比赛获奖的人要合照,你等会换身衣服准备一下。 就这样简单几句后,事情不了了之了。 可橙子还沉浸在两人温柔交谈的目光中。 他们走在一起的背影看起来好和谐啊,像油画一样。 忽然身旁的录音车打断了他。 喂,走了楼上的,肚子饿死了。 终于橙子忍不了了,开始大吼。 录音车,我警告你哦,不许拉我的辫子。 还有,我又不是没有名字。 两人嘻嘻争吵的一幕,引起了乔欣的关注。 放学后,橙子拿起工具开始了今天的卫生清理。 因为他是今天的职日生。 就在他正在努力工作时,突然门外传来了一声怒吼。 你们有完没完。 好奇的橙子拿着工具走到卫生间查看。 原来是录音车在打电话。 他对着电话那边大喊,似乎很是不耐烦。 听了一会儿后,橙子开始逃跑。 他感觉这家伙应该是有暴力倾向,还是赶紧离他远点吧。 还没走两步,橙子就被录音车给拽了回来。 楼上的,偷听别人打电话不是什么好习惯吧。 算了,我有点事要办,帮我把这个拿回去吧。 谢了。 谢了,我晚上去你家拿。 就这样录音车把自己的书包丢给了橙子。 学神和女神这边也是成功地拍了获奖照片。 乔欣注意到了身旁的学神不停地查看手表。 他告诉学神,沈优树,你有急事吗? 你快去忙吧,天还早,我自己走。 就这样两人简单几句后便匆匆告别了。 可沈优树刚走,乔欣就碰到了学校里的小混混, 看来长得漂亮不是什么好事啊。 乔欣想要转身离开,却一把被小混混给拉住了胳膊。 乔欣用力地挣脱着小混混的咸猪手,不停地大喊。 然而小混混却直接上手调戏。 小姐姐别这么凶嘛,请你吃个饭而已。 不要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嘛。 慌忙之中,一辆自行车直接冲着两人撞了上来。 不服的小混混开始大叫。 臭小子,你是眼瞎还是故意的? 乔欣则大声告知录应车。 你小心点。 别理这种人。 没想到的是,录应车下车后直接挑衅两人。 难道不是你们这群垃圾不长眼睛? 往我车上撞的吗? 不服的小混混冲着录应车就要开打, 却被录应车一把推开。 录应车威胁二人,你们还不走? 确定要在学校门口呢? 还好这俩家伙挺实事物的。 指着录应车说改天一定要揍他。 混混走后,录应车也相遇离开, 却被身后的乔欣拦了下来。 乔欣询问他的名字是叫录应车吗? 但没有得到回应。 而这边的橙子, 终于背着两个书包回到了家。 看这样子,应该挺累的。 嘴里不停地埋怨。 混蛋录应车, 他书包里到底装了什么呀? 怎么会这么重? 橙子刚进屋, 老王就急匆匆地冲了上来。 一个不小心, 录应车的书包直接掉在了地上。 书包掉在地上后, 从里面划出了一个很是精致的物件。 到了晚上, 橙子刚刚洗完澡, 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无奈的橙子只好穿着睡衣, 披了一件外套就跑去开门了。 还没等录应车反应过来, 老王冲着他直接扑了上去。 慌乱之中, 录应车一不小心扯到了橙子的外套。 就这样, 在老王的帮助下, 橙子歪倒在了录应车的怀里。 反应过来后的橙子直接推开了录应车, 哐当一声撞在了墙上。 尴尬的橙子说话都开始了语无伦次。 他匆忙转身去给录应车拿书包。 这一举动搞得录应车也有些尴尬。 他蹲下身拎起老王开始调侃。 没过一会儿, 橙子便把书包给拿了出来。 临走前橙子想了起来。 他告诉录应车, 这个不小心从你的包包里掉出来了。 是个八音盒吗? 真是看不出来, 你原来喜欢这么可爱的小玩意的吗? 可谁曾像, 录应车看到后反应异常激烈, 对着橙子大喊, 谁让你动我的东西。 橙子被突如其来的呵斥声吓了一跳, 手中的八音盒直接掉在了地上。 捡起来后却发现, 此时的八音盒已经被摔坏了。 橙子不断地道歉, 但录应车根本不理解, 依旧是对着橙子大喊。 挨了一顿屌的橙子鼓气勇气开始反击。 我不是故意把这个拿出来看的, 你不用这么凶吧。 录应车对于橙子的话没有做出回应, 转身就想要离开。 看到这一幕可把橙子给气坏了。 破口大骂, 真是过分。 你以为只有你会生气吗? 就在这时, 屋里的手机响起了电话铃声, 是爸爸打来的。 失落的橙子无奈地回到了屋里, 拿起手机接通了电话。 录应车也回到了自己的屋里, 她不断转动手中被摔坏的八音盒, 却听不到了任何声音。 校园女神乔星回到家后, 直接扑倒在了床上。 趴在床上的她大脑里不断闪起录应车的模样。 学神沈优树这边, 好像是在咖啡店里下班了。 跟店长告别后, 她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了这里。 回家途中, 她看到了路边草丛中发出微光的萤火虫。 我们是不是也像萤火虫一样, 断断续续的。 发出微弱的光芒, 一鸣一灭一尺间, 寂寞合一堪。 第二天一早, 橙子上课后就开始发愁。 昨天弄坏了她的音乐盒, 我也有错。 等下她来了, 道个歉好了。 做人一定要心胸广阔。 很快, 录应车就来到了教师, 不料班上的其他女孩直接拥了上去。 橙子礼貌地给录应车打招呼, 想要得到她的原谅, 可直接被无视了。 无奈只好再次舔着大脸凑了上去。 好了, 昨天对不起吗?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 录应车没用搭理她, 而是兜里掏出耳机给自己带了上去。 终于橙子受不了了, 开始大喊。 真是可恶。 你得寸进尺了是不? 刚喊完就挨了老师的一顿屌。 童又橙, 你又在吵什么? 还不赶快坐回座位去。 真是的, 你过来把这个发一下。 这周六安排我们高一去打扫试图书馆。 你让想去的同学把报名表填一下。 好家伙打扫卫生还需要报名吗? 拿到手后的橙子开的询问, 那个, 周六的志愿者活动。 有人想去的吗? 看看同学们的表情, 一脸的与我无关。 这种事情谁会想去啊? 根本没有一个人想去, 橙子大脑中浮现出一个坏想法。 他来到录应车的身边说道, 这位同学, 周六要不要去做一些社会劳动呢? 我觉得你很有需要哦。 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哦。 那我帮你填报名表好了。 不用谢。 到了周六, 无奈的两人一同来到了图书馆。 一个是被老师胁迫, 一个是被被人报名。 录应车开始抱怨, 真是的, 你干嘛多事帮我报名啊? 为了安抚他的情绪, 橙子只好回应, 好了好了, 我不是也来了吗? 然而事实却是, 老师找到他后, 竟然发现只有一个人报名, 临时起义, 让橙子一起去。 忽然这时, 一旁传来了沈优树的声音。 各班的人都到了吗? 每个班负责一个区域, 等一下到我这迁道。 不知不觉间, 橙子的脸开始变得红了起来。 沈优树, 没想到他也来了呀。 忽然陆应车站在橙子的身后, 开始调侃他。 难怪呢, 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家伙才来的。 橙子不断地为自己解释, 但是陆应车似乎根本就没有在听。 两人争吵的一幕正巧再次被乔星给看到了。 过了几个小时后, 有些班级不断地陆续完成工作, 离开了这里。 而橙子这边开始嘱咐陆应车。 陆应车, 你把这排数百整齐, 还差这两排就打扫完了。 陆应车摆出了一副无语的表情, 因为他原本就不想来。 过了会儿后, 陆应车告诉橙子, 楼上的, 我有事, 我要先走了。 剩下的打扫这种事, 那就拜托你了。 临走前, 还用书轻轻啪了一下橙子的脑子。 橙子有些生气, 这个人怎么每次都这样啊, 但也只能接受。 还有两排书架, 我一个人要做到什么时候? 算了, 谁让我自己帮他报名的童幼成。 就在这时, 乔星朝着橙子走了过来, 给他打招呼。 乔星询问橙子, 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打扫? 无奈的橙子, 只好讲明事实。 看到橙子一连苦逼之后, 乔星回应他, 不如让我来帮你一起打扫吧。 橙子想要解释不用时, 乔星却一把拉住了他, 让他不要跟自己客气。 开始之后才知道, 原来橙子的班里, 只来了橙子和鹿应彻两人。 并且, 这鹿应彻还在自己给他偷偷报名的, 真是说来惭愧啊。 听到橙子这么说, 乔星笑了出来, 既然是你帮他报名的, 那你们关系应该很好吧。 橙子疯狂地摇头失忆, 绝对没有的事, 倒是他转学过来, 以后自己就一直倒霉。 并且, 不光是自己讨厌他, 我家老王也讨厌他。 整理时, 乔星翻到了一本书, 正巧是沈优树看过的。 乔星又告诉橙子, 这本书是法语的, 沈优树都没有用过翻译, 直接看原版。 橙子听后露出了一脸的惊讶, 他有些怀疑, 我们到底上的是不是同一所学校。 一顿崇拜后, 乔星趴到他的脸上说道, 童又成, 你是不是喜欢沈优树? 尴尬的橙子赶忙给自己解释, 表示自己只是觉得他很厉害, 就这样子。 乔星却回应他, 你的眼神是骗不了人的, 刚才提到沈优树, 你的眼睛亮晶晶的呢? 到了晚上, 橙子回到家趴在床上开始看剧, 这时微信来了消息, 是乔星发来的, 乔星告诉他, 自己已经把那本书给沈优树送去了, 他很高兴。 就在他躺在床上偷着乐时,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给他带回了现实。 橙子赶忙去打开门, 陆应彻,你干嘛一直敲个不停, 烦不烦啊? 回过神来的橙子开始对着他大吼。 好啊, 你把打扫丢给我一个人还敢来找我? 陆应彻则是岔开了话题询问他。 先不说这个, 你家是在开泳池吗? 一句话把橙子说得满脸全都是问号,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陆应彻没有搭理他, 而是直接走进了橙子家的卫生间。 橙子看到后瞬间就明白了。 我去, 厕所竟然被淹了。 陆应彻蹲下神, 关闭了水管的阀门, 反问橙子。 你家在漏水你自己都不知道吗? 橙子瞬间换了一副面孔, 开始了各种吹嘘感谢。 可现在依旧面临着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陆应彻的房间被淹了。 橙子有些猛, 怎么会这样? 明明我家只有浴室积水而已。 仔细观看后才明白, 原来是老化的管道, 和已经充满裂缝的墙壁导致的。 橙子只好尴尬回应, 真的很遗憾, 那今天你把打扫丢给我的事, 我就不管你了。 等会你走的时候, 记得帮我把门关上。 这一刻, 橙子指向赶紧把这个温神请走。 这时陆应彻开口说道, 我问你, 我今晚要睡哪里? 今晚我住你家。 哈哈哈哈, 无奈的橙子只好妥协了, 陆应彻也就在这里住下了。 橙子把洗发水和沐浴乳都放在了架子上, 有其他问题喊自己就行了。 清楚后的陆应彻询问橙子, 自己换下来的衣服要放哪里? 就这样, 陆应彻去洗澡了, 橙子则在客厅里做洗题。 忽然陆应彻探过头来调侃道, 童又成你真是厉害啊, 怎么做到巧妙地把所有正确答案都避开的。 橙子赶忙捂住自己的功课, 转头呵斥他让你管。 眼前这一幕可把年仅16岁的橙子吓坏了。 好家伙, 你衣服呢? 挨了一巴掌的陆应彻表示, 上来得快自己忘记拿睡衣了。 橙子表示让他下去拿, 可这户却一脸的不情愿。 无奈的橙子, 只好掏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睡衣给他穿。 然而, 这祸却一脸的嫌弃, 他想要知道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橙子劝解他不行就将就一晚。 陆应彻则坚定地表示, 做人要有尊严, 自己坚决不穿这玩意儿。 忍无可忍的橙子一把扯下他头上的发带, 掏出剪刀, 开始威胁他。 果然还是威胁好用。 一分钟后, 陆应彻只好穿上了橙子父亲的衣服。 橙子看着眼前的陆应彻说道, 总觉得你那里怪怪的。 思考了一会儿后, 橙子终于想到了, 原来是陆应彻鼻子上的窗壳贴没了。 原来是洗澡的时候弄湿了, 所以干脆就直接扔掉了。 没过一会儿, 橙子就在家里翻出来了医疗箱, 拿出窗壳贴递给了陆应彻。 陆应彻嘴上说不想要, 但还是接了过来, 引得橙子哈哈大笑。 橙子感叹着, 你这个人哪, 每次说话都凶巴巴又讨厌, 但在别人遇到麻烦的时候, 却不会坐视不理。 总觉得你像是把自己包裹在什么里面一样。 其实你, 并不想外表这样冷漠, 对吗? 嘴硬的陆应彻车转过头不屑地表示, 不要说得你好像很了解我一样。 趁着此情此景, 橙子把上次巴音和的事情给讲了出来, 他给陆应彻道歉, 真是对不起。 我不太会说话, 也不了解你的过去, 但我觉得我能了解你的感受。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把它修好的。 本来挺催情的画面, 这蠢货竟然来得去。 童又成, 你就没有正常点的东西吗? 橙子无语地告诉陆应彻, 好了好了, 睡觉睡觉, 你今晚就睡在厕所旁边那个小卧室吧。 这个夏天的晚上, 风暖暖的, 带着木槿的香味。 我恍惚间觉得, 它原本像黑夜一样深不见底的世界, 好像有什么开始闪呀。 第二天一早, 橙子就在舒服的被窝里被一声大叫给惊醒了。 他匆忙穿上衣服跑去查看, 原来是陆应彻和老王牛打在了一起。 两人在对视了几秒后, 陆应彻才下意识地赶忙把自己的身体捂住。 橙子直接回对他, 都看到几次了还装什么害羞, 一大早地叫这么大声邻居会误会的。 陆应彻想要找借口说老王, 结果被橙子一声对了回去。 谁让你睡觉不索闷? 挨了一顿屌的陆应彻坐在床上有些猛逼。 回过头想想, 他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给了老王。 哈哈哈哈, 简直不要太过分。 出来后的橙子也对自己刚才的行为有些无语, 完全像是个调戏纯情少男的怪阿姨。 上学后的课间, 橙子掏出手机开始听歌, 咱就说你上了什么学校。 课间让完手机, 突然教室门处传来了一声呼喊。 童又成, 有人找你。 为什么会引得周围男同学一顿围观呢? 因为来的人正是乔星。 乔星找到橙子后, 从身后掏出了一只粉白色的猫, 很是可爱。 乔星说道, 这只猫自己跑来的, 学生会商量着准备把它养下来呢。 可是我们都没有养过猫, 上次在图书馆记得你说你有养猫, 所以来问问看你,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 就在这时录音车走过来, 开始打岔。 对了, 今天早上那个孽障, 不对, 你的猫, 把这个叼到我那个房间去了。 说话间, 录音车从兜里掏出了一个脖子上带的蝴蝶结, 这个把橙子给整猛逼了。 他匆忙捂住录音车的嘴, 小声地告诉他, 闭嘴拉你, 非要全世界都知道你睡我家了吗? 见到两人轻力地举动后, 乔欣开始插话。 你好, 你叫录音车对吗?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我们小时候, 一起上过钢琴课的。 录音车都没有思考, 直接转过头去, 硬生生地回应了三个字, 不记得。 橙子则在身后不断地嘟嚷着。 真是的, 那个人真的很没礼貌。 乔欣, 他每次都是这个臭屁样子, 你不要理他。 乔欣应下后便说道, 对了又成, 放学一起去买东西吧。 来到商店后, 橙子就发现了乔欣的异样, 他似乎有点不开心。 为了照顾他的情绪, 橙子随手拿起两个娃娃说道, 这两个娃娃好可爱哦, 这个和你好像啊。 果然, 很快乔欣的情绪, 就被橙子给调动了起来。 就在两人有说有笑时, 身后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是沈优树, 刚当沈优树直接喊了乔欣的名字。 沈优树走过来后, 一脸严肃地告诉乔欣, 我正在找你, 下周辩论赛的参赛资料。 而乔欣很是开心地表示, 对啊, 我也要和你说呢。 而两人亲密的一幕, 全都被一旁的橙子看在眼里, 看得出来, 他很羡慕。 两人聊完后, 沈优树转身想要离开, 并得二人摆手再见。 正是这一举动, 让身旁站着的橙子, 有些不知所措, 脸瞬间就红了。 引得身旁的乔欣哈哈大笑, 乔欣告诉他, 其实你不用害羞, 沈优树本来就很优秀嘛。 并且乔欣告诉橙子, 其实自己也有喜欢的人, 这很正常。 反应过来的橙子, 开始大吼大叫。 等一下, 我没有喜欢沈优树了, 只是觉得他很厉害而已。 消费完后的橙子, 开始往家的方向感。 他买了和乔欣一模一样的发声。 正巧这时, 路边的一处商店玻璃, 竟然亮得像是一面镜子。 索性他就开始对着镜子扎头发, 一脸欣慰的样子。 殊不知这死员家路应彻正巧在这个商店里。 对啊, 没错, 这一幕还真的被路应彻给看了个一清二楚。 因为这个玻璃是单向玻璃, 路应彻要无语死了。 他在想这个笨蛋又在干什么呀, 像个白痴一样。 这时, 橙子拿起手机给路应彻发消息。 修水管的师傅说今晚能把水管修好, 要不要顺带去你家看看。 路应彻回应他不用了, 自己今晚不回家。 忽然路应彻又发来两条消息。 对了, 便利店里面看得一清二楚了。 不过, 那个蝴蝶结蛮适合你的。 看到消息后的橙子疯狂地转头寻找。 什么意思? 他在附近吗? 居然在暗中看我笑话。 经过四下寻找, 终于在一个转头的瞬间看到了路应彻。 路应彻去的方向不是别的地方, 正是去医院的必经之路。 第二天一早本月的英语月考试卷发下来了。 童又成只考了57分。 无奈的他趴在桌子上埋怨。 考试这种打击学生自信心的事, 什么时候才会取消啊? 埋怨了半天后, 他好奇地询问一旁的路应彻, 你多少分啊? 好家伙, 路应彻只考了21分, 那叫一个少啊。 橙子见后不由地开始调侃。 你这样子的分数, 上次在我家的时候, 竟然纠正我的作业答案啊? 你那道题真的说对了吗? 就在两人发牢骚时, 周围转来了同学们的唏嘘声。 看到名字表了吗? 沈优树又是第一爱。 不愧是我的男神, 完全没有缺点啊。 越来越喜欢他了, 甩开第二名一大姐呢。 忽然路应彻站起身询问橙子, 对了, 今天放学以后能帮我带些东西回去吗? 有了上次的经历, 橙子直呼不要, 而且老王的猫粮快吃完了, 我放学以后还要去给他买。 放学后, 同学们开始了拉帮结派。 班主任真啰嗦, 路应彻, 去打篮球吗? 路应彻回绝了他们, 就在他要离开时, 竟发现橙子的钱包掉在了地上。 路应彻把钱包捡了起来, 脑袋里还不断嘲讽着。 不是要去买猫粮吗? 真是服了他了。 此时的佟又成正在地跌站等在回家的地铁。 突然身后传来了一声大吼。 喂, 笨蛋, 你没发现少了什么东西吗? 看到后的橙子疯狂地朝着路应彻的围着奔跑。 女生真是笨啊, 就这两步, 跑着跑着突然被绊倒了。 就在快要倒地的瞬间, 学神沈幽树从地铁中走了出来, 一把搂住了他。 站稳后的沈幽树轻声询问橙子, 你没事吧? 说话间, 舱门就开始关闭了。 就这样, 沈幽树搂着橙子走进了地铁。 只留下全都看在眼里的路应彻, 却又无可奈何。 列车上, 沈幽树松开了橙子, 橙子开始给他道谢。 沈幽树也有些不好意思, 没想到情急之下把你给拉进来了。 这时他才想起, 自己的钱包和手机还都在那个蠢货手里。 无奈的橙子只好等在下一站的到来才能下去。 他的大脑里异常混乱。 老王剩下的猫粮还好还够吃几天, 本来还想顺路买一张CD的。 如果今天不买, 很可能就买不到了。 反正已经上车了, 干脆去求老板帮我留一张。 可是, 我真是个蠢货, 怎么会把钱包忘在教室呢? 思考之间, 忽然沈幽树的肩膀靠了过来。 橙子有些惊讶, 开始呼喊沈幽树的名字, 但是没有反应。 是睡着了吗? 看起来很累的样子。 成绩那么好, 果然很辛苦。 看着看着橙子的心跳, 开始了疯狂加速。 他有些不知所措, 突然好紧张是怎么回事。 眼看马上就要到下一站了。 他想要含醒沈幽树, 但也很纠结。 不知道是看到他满脸疲惫, 不想打扰他, 还是我自私地想让时间停在这一刻。 我没有叫醒他, 错过了那一站, 或许我这样很奇怪吧。 终于在过了几站后, 沈幽树醒了过来, 他揉搓着脑袋, 回应身旁的橙子, 真是对不起, 现在是哪站? 橙子磕磕巴巴地回应着, 马上就要到星岛广场了。 听到这话后, 沈幽树笑了起来, 还好没有做过站, 可能身边有个认识的人在, 安下心来, 不小心睡着了。 对了, 你在哪站下? 哈哈哈哈, 沈幽树还没注意到身旁的橙子, 已经开始没脸见人了吗? 橙子鼓起勇气, 开始大叫。 就是这站, 今天多谢你了。 那我先下车了。 下车后的橙子开始了后悔, 刚才一定脸红撑猪头了, 好丢脸啊。 说起来, 没怎么来过这边呢, 吹吹冷风也好, 今天实在太混乱了。 就在他要走时, 突然听到了一种熟悉乐器的声音, 抬头一看, 竟是八音盒专卖店。 进屋后, 眼前闪闪发光的各式各样八音盒, 全都进入了他的眼里。 橙子询问老板, 你好, 请问我有一个摔坏的八音盒, 可以拿来修吗? 老头告诉他, 你带来让我看看, 如果里面零件没有严重损坏的话, 应该是没问题的。 就这样, 回到家后的橙子来到了楼下邻居的门前, 他想要敲门, 却发现此时的录应彻就坐在屋里的窗户边上。 橙子开心地敲了敲玻璃, 把一张大脸凑了上去。 录应彻见后, 打开了窗户询问他, 你这么晚才会来? 你是来拿钱包和手机的吧? 你等一下。 录应彻拿出钱包就开始教训他。 我还以为你会坐一站访回来拿钱包, 在地铁站等了你半天。 你钱包和手机都没有, 怎么还能闲晃到现在才回来啊? 橙子有些惊讶, 你在那等我吗? 对不起我不知道。 解释完后, 橙子拿回了钱包还没走, 录应彻有些纳闷。 你还有事吗? 橙子身处双手开心地表示, 把你的八音盒借我一天吧。 录应彻对他有些怀疑便询问要干嘛, 橙子表示这是秘密。 刚说完秘密, 这蠢货就直接关上了窗户, 急得橙子赶忙解释。 我今天路过了一家八音盒店, 老板说可以修修看你的八音盒。 很棒吧? 所以我想去试试看能不能修好。 录应彻听后并未显露出很开心的样子, 而是回应他, 不用了, 坏了就算了, 反正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橙子听后直接大叫, 我才不信? 那个八音盒对你很重要对吧? 我又不是瞎子, 我能看得出来。 况且, 而且八音盒是我弄坏的, 我一直觉得这件事卡在我心里。 所以, 虽然不能保证肯定能修好, 但是至少让我去试试看吧。 无所谓了, 你要去就去吧, 真是受不了你。 就这样, 橙子如愿拿到了那个八音盒。 而录应彻则表示, 明天, 我和你一起去吧。 结果第二天, 老板见后, 就大吃一惊。 这应该是很多年前买的吧? 现在已经很难换到里面的零件了。 橙子有些着急, 真的没办法吗? 或者老板, 你知道我们去哪可以买到同样的零件吗? 这种老旧的零件想找到可不太容易哦, 我帮你们打电话问问吧。 不过, 你们别抱太大希望。 通过老板的电话交谈声, 两人也明白了, 这个是个孤品, 根本没有零件可换了。 就在这时, 还没等老板电话打完, 录音彻拿起八音盒就要离开这里。 直到走出店外, 录音彻都没有再说出第二句话, 橙子怒了破口大骂。 不过就在这一刻, 他有了一种感觉, 突然觉得这个背影好孤单。 有一种, 像是失去了什么, 想要拼命抓住的无助感, 让人捉摸不透。 但有一瞬间, 觉得他的背影那么熟悉, 就像是曾经那个我。 橙子跑上来抓住录音彻的衣服说道, 我们, 再试试吧, 八音盒店那么多, 慢慢找一定会找到的。 我, 可没那么容易决定放弃。 哎, 你俩竟然16岁就开始谈恋爱了。 第二天, 乔星找到橙子两人约在了一起。 乔星表示, 现在好多店在做国庆活动呢, 很是热闹。 逛了一会儿后, 乔星提议, 要不要在这里找家店铺吃午饭。 很快, 两人就找了一家餐厅吃饭, 橙子呼吱呼吱, 很快就炫饱了。 就在这时, 餐厅里正在发传单的人偶走了进来。 橙子见后, 一脸的嫌弃, 这个洋葱人偶可是真够丑的。 而另一位工作人员走到人偶旁说道, 你去换衣服吧, 换我出去发传单。 洋葱人偶摘下了自己的头套后, 里面的人竟然是沈优树。 橙子见后, 惊讶地被果汁枪了一口, 开始剧烈地咳嗽。 坐在对面的乔星也看到了沈优树的身影, 开始给他打招呼。 沈优树听到呼喊后, 就朝着二人走了过来。 这要瞧, 你们来这吃饭。 橙子露出了一副惊讶的表情,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沈优树穿成这样。 沈优树在观察到橙子的表情后, 也变得有些羞涩, 赶忙找借口脱身。 这一刻他发现, 原来沈优树的脸上, 也会有这样的表情啊, 是没见过的沈优树呢。 忽然乔星开口说道, 喜欢沈优树的话, 要表白吗? 你喜欢沈优树这件事, 我可以尽量帮你哦。 讲完后接着问道, 你愿意帮助我吗? 记得上次我和你说我喜欢的人吗? 我喜欢的人是陆应彻。 橙子听到乔星的情愫后开始发呆, 当然最多的还是惊讶。 见橙子迟迟不开口, 乔星赶忙解释, 我突然说这些是不是很奇怪, 吓到你了吗? 回过神来的橙子连忙回应, 不不不, 只是感觉有点意外。 乔星红着脸低下头说道, 我也觉得自己怪怪的, 看到他的时候, 紧张到说话都没办法认真思考, 一点都不像平时的我。 是这样的感觉吧? 又称你对沈幽树也是同样的感觉吗? 乔星的话深深印在了橙子的心里, 我对沈幽树也是这样吗? 如果是的话, 为什么此刻我的心乱糟糟的, 我好像也不懂我自己了。 以至于回到家后, 橙子的内心还是在思考乔星说过的话, 甚至他的大脑里, 还渐渐映射出两人相亲相爱的画面。 他不明白, 这感觉很奇怪, 自己为什么心情这么复杂? 有点烦躁, 有点不安, 不太舒服的感觉, 自己今天好像有点不对劲。 长舒一口气后, 橙子回过神来, 他开始思考, 自己要怎么帮他呢? 如果跟那家伙直接说的话, 估计会被当作是神经病, 真是很难呢。 但是, 对方可是乔星呢? 就算是情商低沉路硬车这样, 被乔星喜欢肯定也会乐得要命。 想着想着, 橙子便开始了大喊大叫。 烦死了, 怎么总有奇怪的东西黏着我的脑子。 就在他大吼时, 突然身后一个声音传出, 你在干嘛呀? 没错, 正是路硬车。 橙子匆忙转过头询问他怎么会出现。 路硬车表示自己在下面听到了你的声音, 所以就上来了。 橙子的脑回路还真是清奇啊。 他发现自己拿在手上的钥匙竟然不见了。 越想越气的橙子对着路硬车大吼, 都怪你, 突然在我背后说话, 现在我的钥匙不见了。 路硬车一脸的无语, 知道了知道了, 我去帮你找回来可以吧? 橙子告诉他, 自己也要跟着一起去。 而路硬车却转过头告诉他, 老实说, 我小时候藏试卷从没被找到。 所以唯独在找东西这件事情上, 我格外擅长。 总之, 你乖乖等在这就行了。 说话间还抚摸了一下橙子的头, 讲完后路硬车要走, 橙子拦下了他。 先等一下, 在这之前, 我有一件事要说。 哈哈哈哈, 给你们看个好玩的。 两人温馨的交谈, 全都被老王听个正正。 事情说之前, 橙子临时想要上厕所, 就来到了路硬车的卫生间。 出外后路硬车询问他, 看你那个表情, 还以为你是要说什么不得了的事。 而且, 为什么我非要在我家外面等着不可? 原来路硬车以为橙子只是想要上个厕所, 气得橙子随口便说了出来, 你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 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乔欣为什么会喜欢你。 说完后, 橙子就告诉路硬车, 我去闹我的包包, 钥匙要快点找到才行。 殊不知, 在橙子说出那些话的瞬间, 路硬车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喂, 你一个人脸红个什么镜啊? 橙子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把路硬车给拉回了现实。 橙子表示, 天都要黑了, 自己要赶快找到钥匙才行。 路硬车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回应道, 我不是说了, 我去帮你找吗? 橙子解释不用了, 其实是自己没拿稳, 可路硬车则表示, 走了, 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下楼的时候, 橙子的内心泛起了波澜。 其实路硬车这个人, 并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的, 是责任心吧? 虽然一直嘴上说麻烦, 但是很有责任心。 默默地坐着, 不多说什么, 也许乔欣喜欢的, 就是他这一点。 忽然橙子开口询问路硬车,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吗? 被K到的路硬车脸, 瞬间就红了起来, 大脑里也浮现出一个画面。 此时她的内心是高兴的, 只是她不知道橙子为什么要这么问她。 橙子无语地看着她在哪里傻笑, 内心还在想, 有必要到这么夸张的反应吗? 为了化解尴尬, 橙子连忙转移话题, 表示自己只是随便问而已。 不想说也无所谓, 毕竟这种事是要放在心里的事吧。 情绪缓解后, 两人在一瞬间竟然对视了。 橙子感觉路硬车的眼眸像泉水一样通透, 又像星空一样深沉, 她用这样的眼神指示着我。 是错觉吧? 真是不争气, 越是情绪激动的时候, 越是会出一些乱子, 橙子崴脚了。 一通翻滚过后, 两人终于停了下来, 橙子彻底钻进了路硬车的怀里。 回过神来的橙子赶忙询问身下的路硬车, 你没事吧? 路硬车表示自己哪里都痛, 感觉骨头断掉了。 这蠢货的一席话, 吓得橙子想死的心都有了, 真是后悔啊。 可刚说完, 路硬车就换了一副面孔表示, 自己只是逗你玩的笨蛋。 气得橙子直接把手插进了她的鼻孔里, 两人越来越有负气象。 这时路硬车忽然发现, 这不是你的钥匙吗? 原来是被橙子不经意间挂在了包包上。 然而, 两人还面临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两人竟然脸对脸对射。 路硬车的大脑中浮现出一个女孩的画面。 女孩说自己喜欢的人是路硬车。 最终是橙子站起身羞涩地告诉路硬车, 既然我的钥匙找到了, 我就先回家了。 今天麻烦你了, 下次你有事情也可以随时来找我。 路硬车也羞涩地转过头, 嘴还是一样硬地说道, 你别操心了, 我才没你那么带。 如果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片天空的话, 我的那片天空, 大概是漆黑, 暗淡, 又冰冷的。 我该怎样冲出这片黑暗, 尽力优秀就够了吗? 在深不见底的黑夜中无尽地摸索, 疲惫像潮水般将我淹没。 好希望, 出现一颗微弱的星辰, 即使只有一点微光。 到了晚上放学后的七点半, 沈优树的手机上来了二十三个未接电话。 与此同时, 橙子像往常一样喂完了猫准备下去吃法。 然而刚打开门竟发现, 路硬车竟然站在门外。 路硬车板着脸询问橙子, 你这几天是不是有点奇怪? 一放学就跑掉了。 怎么? 躲着我吗? 我是怪物吗? 几句话说的橙子不知所措。 橙子也只能尴尬地解释, 根本没有的是, 怎么可能是你想多了? 听到橙子的回应后, 路硬车也没用过多的询问, 而是告诉橙子, 我饿了, 一起去吃饭吧。 尽管橙子嘴上说不去, 但是肚子的叫声早已经响彻云霄了。 走吧, 我还能吃了你不成, 而且你刚才不是正准备下楼吃饭吗? 还有, 你跟这只笨猫说的时候我刚好听到, 哈哈哈哈, 老王躺着中枪。 就这样, 两人一起来到了楼下的一家关东煮吃饭。 橙子突然想去搞一些调料, 却不料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冲了出来, 两人全都停下来互相道歉, 然而看清后竟发现, 原来是男人正是沈优树。 对不起, 我有点赶时间没注意到你, 你没事吧? 说话间, 沈优树看到了橙子脚上的伤痕, 橙子被问得有些磕磕巴巴。 橙子表示自己这只是一点擦伤不碍事, 你刚才好像说你在赶时间, 你快去忙吧。 沈优树则感觉不妥, 所以蹲下身来想要查看橙子脚上的伤痕。 一瞬间搞得橙子有些猛逼, 连连解释, 不, 不用了, 真的没关系的。 就在两人全都处在尴尬时, 突然陆应彻走了过来, 他一手抓住了沈优树, 另一只手拽住了橙子。 陆应彻的操作整得沈优树有些猛逼, 陆应彻警告他以后注意一点, 对女孩子做这种事太不礼貌了吧, 自以为是的臭小子。 橙子连忙阻止陆应彻胡说八道, 而陆应彻则表示, 他刚才不是在偷看你的裙子下面吗? 哈哈哈哈, 橙子听后瞬间一脸的无语, 真是他丢脸了。 沈优树回应道, 你误会了, 我是想看一下他是不是脚受伤了, 没有别的意思。 陆应彻一听便开始呵斥橙子, 白痴啊你, 就走开一下马上就能受伤的白痴体质。 橙子没有搭理他, 开始询问沈优树, 不是赶时间吗? 还在这里没关系吗? 身边的陆应彻看到橙子在关心沈优树, 内心里有些不开心了, 真让人不爽。 这该死的控制欲直接就爆发了。 陆应彻直言道, 学生会长, 你走吧, 这个笨蛋和我家住很近, 我送他就好。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沈优树只好转身离开, 不过他表示撞到你自己很抱歉, 有事的话明天可以去学生会找他。 橙子则是开心地跟沈优树说再见, 身边的蠢货就很不舒服。 沈优树走远后, 陆应彻才开始询问橙子, 脚还好吗? 严重吗? 还痛不痛? 橙子说了不痛了, 可陆应彻还是蹲在了地上, 想要背他回去。 见橙子扭扭捏捏地迟迟不肯动, 陆应彻一把将他拉到了自己背上, 并嘱咐他不许乱动, 不然就直接把你扔下去。 可就在两人要走时, 突然发现了地上有一部手机。 橙子赶忙让陆应彻停下, 并告诉他, 糟了, 沈优树刚才不小心把手机吊在这儿。 回家途中, 陆应彻告诉橙子, 等一下前面有个药店, 我去给你买点止痛喷雾。 早知道我就不喊你出来吃饭了, 还要背着回去。 说着说着, 陆应彻发起了牢骚。 说到底还是你笨, 拿个辣椒也能。 还没等陆应彻讲完, 橙子就打断了他。 陆应彻, 你今天怎么这么啰嗦呀? 忽然这时, 橙子手里的手机来了电话, 橙子猜想应该是沈优树打来的。 橙子接通了电话, 询问那边是不是沈优树同学, 并且还告诉了对方, 自己是童又成, 刚才你的手机掉在关东主那了。 听到是他后, 沈优树长舒了一口气, 原来是被你捡到了, 还以为找不回来了。 太好了。 就这样, 两人约好了。 明天橙子把手机给沈优树带到学校里面。 回到家后, 橙子躺在床上迟迟睡不着。 他的脑袋里, 钻进了很多奇怪的东西。 陆应彻发尾翘翘的, 看起来很软。 带着一点淡淡的, 洗发水的薄和香味。 他的肩膀, 好像比看起来要瘦削一点。 我好像是第一次, 这样近距离地看着一个男生的细节。 我也太像个变态了吧。 哈哈哈哈, 这个反转真是离谱。 陆应彻这边也是在思考。 他的大脑中, 全都是两人在一起的画面。 第二天一早, 橙子来到学校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到学生会。 敲开门后, 竟发现是另一名同学。 同学询问, 橙子要找谁。 橙子探出头来, 想要找沈优树, 却被告知, 他好像等下过来。 你可以进来等他。 此时的学生会办公室里, 这个同学也要离开了。 临走前他嘱咐橙子, 你自己在里面门记得关好。 别让克里斯提纳跑出去了。 听到名字后, 橙子有些猛逼, 后面才知道, 原来是学生会领养的那只猫。 他不由地开始感叹, 不过真不愧是乔星呢。 这个充满贵族气质的名字, 和我家的老王完全不一样。 就在橙子想要抚摸时, 这猫直接跳了下去, 好像很怕。 橙子告诉提纳, 咱们之前见过, 可能我身上有老王的味道吧。 就在这时沈优树打开门走了进来, 每天都是一副苦瓜脸。 经过简单几句徐书, 橙子成功地把提纳抱了起来。 这一幕还恰巧被赶来的沈优树看到, 看这样子他好像心动了。 橙子对他讲道, 沈优树, 同学你来了, 我给你送手机来了。 并且告诉他, 怕他今天用手机, 所以就稍微帮他充了些电, 其他的就什么都没看过。 就在两人交谈时, 突然门发出了咔嚓的响声。 沈优树看到后有些惊慌, 糟了, 不会是老师吧。 橙子则有些纳闷。 沈优树告诉他, 这只猫是大家偷偷养在这里的, 老师还不知道。 明白过来的橙子开始四处寻找, 想要把提纳藏起来。 慌忙之下, 橙子看到一个厨子就想要打开, 沈优树想要去阻止他。 却还是没来得及, 因为开厨子门的原因, 厨子上的书全都砸了下来。 狗血的来了, 当橙子在一睁眼, 竟发现沈优树全都替他扛了下来。 好巧不巧的是, 陆应彻和乔欣两人在这时走了进来, 这画面不堪入目啊。 至于陆应彻嘛, 我估计内心里已经开始慌了。 我的妈, 你俩搞什么呢? 匆忙之下, 陆应彻把橙子给学生会办公室里拉了出来。 橙子的内心有些忐忑, 因为这会全程一句话也不说, 有点吓人。 他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这样的气氛好尴尬, 橙子开始先办法跟他搭话。 那个, 你听说了吗? 今年圣诞节的时候会有圣诞会演哦, 你要表演节目吗? 说完后, 陆应彻并没有搭理他。 橙子询问他是怎么回事, 生气了吗? 刚说完陆应彻就来了反应, 他大声呵斥橙子, 你说呢? 吓得橙子连忙解释, 你误会了拉, 真的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 就这样, 橙子把所有的事情经过, 给陆应彻讲了一点。 明白后的陆应彻有点羞愧, 他平复心情询问橙子, 那你没事吧? 橙子表示自己没什么事, 但陆应彻则似乎有话要讲, 却没有说出口。 童又诚拦下了他, 你说完了? 话说一半很难受哀。 橙子刚说完, 陆应彻就一把将他按在了走廊的墙上, 来了一个壁咚。 他询问橙子, 你老实回答我, 你喜欢他吗? 搞得橙子有些惊讶, 回过神来的童又诚回应道, 这跟你, 好像没关系吧? 就在两人问着问难时, 乔欣从走廊那边走了过来。 乔欣拉住橙子的手表示, 我有点不放心, 我刚才听沈幽树说了, 你们把书柜撞翻了, 有没有伤到? 橙子告诉他自己没什么事了, 沈幽树同学呢? 他没事吧? 他没事, 他刚才准备和我一起来的, 临时被高二年级的学生喊走了。 那个书柜坏了好久了, 当学校一直不休真是的, 紧接着, 乔欣又告知陆应彻, 今天本来喊你去学生会, 有点是想拜托你的。 不过午休快结束了, 下次再找你好了。 既然如此, 录应彻车转身便要走, 橙子表示, 等等我呀, 我和你一起回去。 就这样, 橙子给乔欣摆手示意, 乔欣, 我也回教室了, 再见。 两人走后, 乔欣的表情瞬间拉了下来, 他的脑子里, 全都是刚刚录应彻 壁咚橙子的画面。 放学回到家后, 橙子被跑出来的邻居告知, 小姑娘, 今天下午有个女的, 奇奇怪怪的, 在你家门口走来走去的。 邻居阿姨给橙子描述了一遍她的样貌, 个子高高的, 头发眷眷的。 我也没见过, 反正不是之前跟你爸爸一起来的那个。 小心点拉, 小姑娘, 别是被什么坏人盯上了。 进屋后, 橙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那个女人是不是妈妈? 但很快就回了心, 内心烦躁的橙子, 在屋里走来走去, 楼下正在听歌的录应彻, 有些受不了了。 他摘下耳机开始猜想, 这个白痴, 跑来跑去的在干嘛。 就在这时, 录应彻的微信来了一条消息, 是一个女孩发的。 小彻哥哥, 你明天会来吗? 录应彻回应了三个字, 我会去。 发送后, 就再次把耳机带上。 第二天, 录应彻一早出门时, 就碰到了房租, 在跟一对母女收租金。 女人的孩子注意到了录应彻, 开始转过头看她。 从未应应付过小孩子的录应彻, 只好匆忙转过头去。 不过, 当她再次转过头进发现, 这孩子竟然笑着跟她打招呼。 忽然房东开始大吵。 不是我说你, 有钱让女儿学情, 却没钱付房租吗? 要我说, 还是先找好落脚的地方, 再考虑别的吧。 女人蹲下身询问女儿, 明明怎么想? 继续住在这的话, 妈妈没办法让你继续学情了。 小女孩听到这话后, 把怀里的小提琴抱得更紧了。 不过惊讶过后, 小女孩表现出了一点的失落。 她回应妈妈, 我听妈妈的。 妈妈知道你喜欢小提琴, 但妈妈更怕你住不好啊。 这一幕让一旁的录音彻想起了自己的曾经, 小时候录音彻也喜欢小提琴。 最终录音彻决定走了上去。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我最近刚好缺钱用。 我这间房间可以按照你要求的租金租给你。 她的操作令女人很是惊讶, 不过她也不知道要怎么回应。 而小女孩子跑过来拉住录音彻的衣服询问她。 哥哥, 那你住在哪? 我有个白痴亲戚住在我楼上, 我住她家就好。 哈哈哈哈, 您的白痴亲戚现在还在睡大觉。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把橙子从睡梦中惊醒了。 她眯着眼打开了门。 然而映入眼帘的竟然是大包小包的行李。 橙子有些猛。 你这是干嘛? 有人追杀你。 进去后, 录音彻把事情的缘由给橙子讲了一遍。 就这样整个楼上都听到了橙子的呼喊声。 录音彻的想法遭到了橙子的坚决抵制。 不行, 绝对不行。 有没有搞错呀你? 拜托我家又不是旅馆。 不要自说自话, 拿着行李就跑来。 OK。 你快点回去, 回你自己家去。 录音彻开始了胡说八道。 我家, 住不下了。 从上次之后, 你家一直在漏水, 根本住不了。 橙子根本就不信, 怎么可能? 自己明明招人羞贵呀。 少骗人了, 你刚才就是骗人的表情。 快点回去吧你, 我才不会让你住进来。 我要写作业了。 拜拜。 那好吧。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今晚随便找个地方睡一下。 明天再去找住的地方吧。 既然邻居都不愿意帮忙的话。 什么情况啊? 神经病, 懒得理你。 就这样, 橙子无情地把门给关上了。 可刚刚关门的橙子突然又打开门告诉录音彻。 我再找人来检查一下水管好了。 水管一装修好你, 就要马上。 还没等橙子把话说完, 录音彻就直接走了进来, 还询问他。 打扰了? 我住哪个房间? 就这样, 橙子随便给录音彻安排了一间屋子。 不过他还是嘱咐录音彻, 先说好, 暂时给你借助而已, 不可以随便动我的东西听到了吗? 安排好后, 橙子开始收拾房间, 不经意间他翻出了那个和乔星一起买的发声。 录音彻在房间里走动时, 发现了橙子放在桌子上的照片。 录音彻终于露出了笑容, 他内心里感叹, 这是他小时候。 小时候还挺可爱的。 就当录音彻想要拿起来仔细查看时, 橙子走过来直接给扣了起来。 他告诉录音彻, 我说过了吧, 不要随便动我的东西。 房间差不多收拾好了, 你可以过去住了。 说完后, 橙子便转身走开了。 这造作以及话语整的录音彻有些不解。 突然之间怎么回事? 忽然童又成又低头说道, 对了, 你住在我家的事, 可不可以麻烦你保密? 这蠢货妥妥大直男, 他竟然询问橙子。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可想而知, 被橙子骂了一顿。 当然是因为我不想在学校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啊。 水管修好之后, 你就搬回自己家去了不是吗? 不和你说了, 我回自己的房间了。 没事的话, 别来打扰我。 回到房间后, 他拿出了那个发绳, 脑子里也想起来了乔欣对他说过的话。 隔天放学后, 乔欣就找到橙子, 表示又乘你来一下。 乔欣掏出一打电影票说道, 这是幸福生活的电影票, 听说这个很好看。 这周六下午一起去看吧。 橙子自然是高兴地答应了下来。 可这乔欣是有目的的。 他递给橙子两张电影票并告诉他, 帮他给录音彻一张。 橙子一听瞬间开始慌了, 赶忙解释自己和录音彻又不住在一起。 怎么给啊? 乔欣听后有些疑问, 你们不是同桌吗? 你明天给他就好了呀。 回过神来的橙子连连答应, 啊对对, 没问题, 我明天就把电影票给他。 临走前乔欣还比出首饰感谢, 又成谢谢你, 一定要让他去哦, 拜托了。 看到乔欣这个样子, 橙子更加不解了。 乔欣, 他用这样的表情看着我, 为了不辜负他的好意, 橙子对他保证, 这是包在我身上。 乔欣听后高兴地直接抱住了橙子, 瞬间绽放出的, 像发着光一样亮晶晶的笑容, 果然是有魔法的吧? 这样, 也很好啊。 回到家后, 橙子做饭时想到了昨天发生的事, 昨天才对陆映彻说过那样的话, 今天喊他去看电影, 会不会直接被拒绝, 我要不要先去跟他道个歉。 越想越抓狂橙子开始乱叫, 我真的是, 既然答应让他住下来了, 为什么还要把关系弄到这么尴尬的状态吗? 说话间, 突然陆映彻从后面探出脑袋, 询问他在煮什么。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陆映彻表示, 是你一个人大喊大叫, 连我开门都没听到。 陆映彻一点不把自己当外人打开了锅盖说道, 我饿死了, 什么时候可以吃饭? 谁知, 橙子直接把锅抢了过来。 这个锅里的东西和你有关系吗? 这是我煮给我自己吃的, 你要吃的话就自己做。 没想到陆映彻坐在椅子上调侃道, 真冷漠呀, 亏我刚才买晚饭还特地买了你的那份。 听到他这么说, 橙子的内心又一次泛起了波澜。 这样比起来, 我真是个小心眼的人了。 为什么我明明对他说了那么过分的话, 他却看起来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了。 而我, 明明察觉到了我无理态度, 明明一直被我冷眼相对。 没有追问, 没有指责, 只是默默地用自己的方式对待着周围的人。 陆映彻他, 原来是这样温柔的人。 思想斗争过后, 橙子感到了羞愧。 他放下锅后, 拿出了乔星给他的电影票。 陆映彻接过来后, 便开始吐槽, 还给这电影写了个外号叫内裤的爱。 橙子直接打断了他, 你这什么品位, 这个电影很火的。 所以, 你到底要不要? 还没等橙子说完, 一起去三个字。 陆映彻就爽快地答应了。 童佑成很是不解, 竟然这么轻松就答应了吗? 还真是意外呀。 讲完后陆映彻歪着头询问橙子, 我快饿死了, 可以吃饭了吗? 第二天一早, 橙子就睡过头了。 一睁眼, 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半了。 乔星给他发来微信告诉他, 自己现在很快就到橙子家楼下。 看到这个消息, 橙子赶紧去敲陆映彻的房间门, 让他赶紧起床。 然而刚敲眉两下, 陆映彻就打开了门, 并嘲讽他, 吵死了。 我才没有像你一样睡到中午好吗? 去看电影对吧? 好了, 你快点去准备吧, 我随时就能走。 令他没想到的是, 橙子拉住他的胳膊就往外拽, 并告诉他你先去外面。 陆映彻一脸猛逼, 橙子表示, 你先别问这么多了。 出门前还对他进行叮嘱, 你先去外面等我, 我没让你进来, 千万不要进来。 我再找时间和你说。 哈哈哈哈, 刚刚打开门就撞了个正着, 橙子看到两人后彻底懵了。 路途中陆映彻一脸的不屑, 搞什么? 明明是两张电影票, 为什么这俩人也在? 至于陆映彻为什么会出现在橙子家里? 橙子实话实说了, 因为他刚好就住在楼下, 并谎称, 自己和陆映彻说一起看电影, 他提前来我家喊我了。 橙子说完, 乔欣就挽住他的胳膊, 偷偷说着, 其实沈优树他呀是被我骗来的, 你别看他很聪明的样子, 其实很单纯。 说完后, 还疯狂给橙子识眼色, 所以加油, 接下来就看你的表现了。 就在这时沈优树开口询问几人, 图书馆好像不是这个方向吧? 到了电影院, 橙子开始感叹, 内裤的爱果然很火呀, 只是有点可惜。 我没买到四张连在一起的位置, 两个人坐在后排, 两个人坐在前面。 乔欣率先开口了, 那童佑诚和沈优树坐前面好了, 我和陆映彻坐在后面。 讲完后, 又转头看向陆映彻, 上次在学生会没说完的事, 想和你聊一下。 电影开始后, 陆映彻很是失望, 一脸的不屑, 因为他根本就不想。 橙子则是率先出击了, 他捧着爆米花询问沈优树, 你要不要吃爆米花? 沈优树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回绝了他, 不用了, 谢谢。 听到这样回答的橙子大脑一片空白, 他在想, 沈优树会不会因为被骗出来生气了呢? 他开始了试探性的询问。 沈优树同学, 你喜欢看这类电影吗? 老实说我不太清楚是什么电影, 我以为今天是去图书馆帮你们复习期末考试。 听到回答后橙子超紧张, 果然生气了吗? 妈爷, 他还带了满满一包辅导书。 无奈的橙子只好引导他去看电影。 听说这个电影很好看的, 而且现在很火。 说不定做阅读理解会写到这篇。 不吐, 看完电影以后, 一起去图书馆吧。 复习期末考试。 说话间, 橙子的手机一不小心从兜里掉了出来, 因为周围一片漆黑。 两人全都伸出手想要去寻找, 可不经意间两人的手碰到了一起。 橙子把手缩了回去, 而沈优树则是顺利地摸到了手机给捡了起来。 拿到手机后, 沈优树低下头安抚橙子。 你不用介意, 其实偶尔能放松一下, 我觉得挺不错的。 越是到了激烈的时候, 这个蠢货总能插进来, 录音彻直接打断了两人的交谈。 他开始提出无理要求, 喂, 把爆米花给我, 我要吃。 橙子一脸纳闷, 你不是也买了吗? 可这家伙却表示, 我要吃焦糖的, 你那个比较好吃。 哈哈哈哈, 橙子的大脑里瞬间浮现出一堆问号, 这家伙还真是幼稚, 给你吧。 拿到爆米花后的录音彻, 开始叮嘱二人, 你们两个看电影, 不要一直说话, 吵到我了, 我都不知道电影演了什么。 橙子直接对了回去, 你自己也是, 先关好你自己吧。 而身旁的乔星开始说话了, 录音彻你和小时候一样, 还是很喜欢吃甜的呀。 你可能不记得了, 小时候我们在一个钢琴班上过课, 那个时候录音彻的口袋里, 总是装了很多糖果, 我还带糖果去和你交换哦, 记得吗? 仔细思考过后, 录音彻还真就想了起来,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乔星听后很是高兴, 还以为你一点都不记得我了呢? 就在乔星想要继续说下去时, 好像是被呛到了, 开始剧烈地咳嗽。 录音彻直接把手中的可乐 给乔星递了过去。 这一幕全都被橙子看到了眼里, 同一杯可乐, 同一根吸管。 录音彻和乔星好像一对情侣啊。 我? 我在为乔星高兴吗? 一定是的。 姐妹儿你错了, 你这种感觉是吃错了。 电影结束后, 沈优树开始给几人道谢。 电影很好看, 谢谢你们喊我来, 难得放松了一下。 殊不知, 这仨人根本就不知道电影演了什么。 只有被骗来的沈优树看完了整部电影。 简单几句后沈优树表示, 我先走了, 晚上还要打工的。 沈优树走后, 乔星提议, 我们三个要去哪里玩吗? 去唱K吗? 或者去哪里吃晚饭? 录音彻表示, 不了, 我也先走了。 你们自己玩吧, 我有点失去忙。 录音彻走后乔星告诉橙子, 自己今天好开心, 录音彻, 她好像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事。 今天谢谢你。 回去路上, 乔星询问橙子, 说起来, 录音彻去干什么了? 既然住在你楼下, 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走呢? 橙子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她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 每天放学都是急急忙忙地走掉。 不经意说出的话, 让她想起一个细节, 等一下, 这样一想好像有点可疑, 好像看到过她打电话, 那边还是女人的声音, 一个人住又绝对不像是去打工的样子, 她该不会是被富婆包养了吧? 就在橙子胡思乱想时, 乔星呼喊她, 又成快看, 那是录音彻吗? 果然真的是录音彻的身影, 她手中拿着一些东西, 走进了医院里。 橙子似乎想起来了, 我之前放学之后, 也看到过她去医院来着。 她每天一放学, 就急急忙忙离开, 都是来医院吗? 录音彻走到一个老人的病房后开始询问, 奶奶, 今天感觉怎么样? 我给您买了粥。 茶房的护士看到后, 告知录音彻, 奶奶回复得很好, 奶奶, 您孙子真的很关心您呢? 与此同时, 这俩女人整趴在病房外的玻璃上偷看, 可惜被护士给挡住了身影。 突然录音彻转头的一瞬间, 发现了门框上的两位门神。 哈哈哈哈, 看看录音彻的表情, 她是有多么无语。 她打开门后开始质问二人, 你们两个, 干嘛像小偷一样蹲在着? 橙子表示, 我们才不是小偷, 我们只是不想被你发现。 然而乔星就不同了, 她站起来开始称赞录音彻。 录音彻你每天放学都来医院照顾奶奶吗? 好了不起呢。 这一幕把橙子都给惊呆了, 不愧是女神, 随时都能拿出一百分的状态。 好厉害。 奶奶则告诉录音彻, 小偷, 是你的同学吗? 别站在门口, 让你的同学进来说话呀。 令人没想到的是, 录音彻却直接呵斥二人, 让两人赶紧回去。 她的行为直接得到了奶奶的一顿调。 真的是, 奶奶看看孙媳妇怎么了? 在奶奶的助力下, 两个孙媳妇成功地进来了。 紧接着便开始询问二人, 这两个小姑娘长得真好。 告诉奶奶, 小偷在学校怎么样? 她说她每次考试都在年级前十名, 是真的吗? 哈哈哈哈, 奶奶的话直接给两人问懵了, 好像没有这回事吧。 由于橙子不知该如何回答, 乔青开始了胡编乱造, 基本上差不多。 聊完学习后, 橙子好奇地询问, 奶奶, 您身体还好吗? 多亏小偷每天都来照顾我, 护士都说我恢复得特别好。 就是辛苦这孩子, 每天一放学就来我这。 这孩子是我邻居家的孩子, 但是比我儿子跟我还亲呢。 听到这里, 陆应彻赶忙让奶奶打住, 好了奶奶, 和他们说那么多干嘛, 您该休息了。 聊了一会儿后, 陆应彻表示, 奶奶我和他们一起回去了, 下次再来看您。 出门后, 橙子便开始调侃陆应彻, 快点啊你, 年级前十, 你也太夸张了。 殊不知, 两人有说有笑的同时, 身后出现了一个小女孩, 就站在那里看着她们。 看了一会儿后, 女孩直接走进了病房, 奶奶, 我来晚了, 小车哥哥来过了吗? 回到家后, 橙子趴在床上看书, 突然间房子里一片黑暗, 停电了。 站起来后的橙子, 开始四处摸索手机, 太黑了, 什么都看不见。 摸着摸着, 两人就撞在了一起, 陆应彻调侃橙子, 小心点, 白痴。 橙子开始疯狂地摸索, 嘴上还说着, 你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 好黑啊, 你看到我的手机放在哪了吗? 摸着摸着橙子, 就感受到了一样, 怎么湿湿的? 这是什么味道? 陆应彻一把抓住橙子的手红着脸告诉她, 你给我注意一点。 忽然一阵晚风吹过, 月光照进了屋子, 橙子彻底看清了眼前的陆应彻。 看清楚后, 橙子开始慌了, 对不起, 打扰了, 请忘了这一切吧, 就让我们当作一切都不曾发生。 就在她转身想要走时, 陆应彻一把抓住了她, 并叮嘱她, 小心点啊小姐, 你是要往墙上撞吗? 很快周围就传来了陆应彻的惨叫, 喂, 我好心提醒你你干嘛打我。 过了一会儿后, 两人来到了阳台上, 橙子开始抱怨, 停电了无线网也没有了。 好讨厌啊, 写不了作业就算了, 我追的电视剧都已经更新了, 好想看, 快点来电吧。 说话间, 橙子注意到了身旁的陆应彻, 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有点反常。 忽然橙子想起了刚才自己胡乱摸的画面, 其实陆应彻在想, 刚洗完澡, 阳台好冷。 这时楼下的邻居对着橙子开始大喊, 小姑娘, 你家也停电了吗? 橙子明白了, 对的, 大概是整栋楼都停电了。 不过这样, 橙子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哎, 不对啊, 楼下不是你家吗? 女人看到陆应彻后高兴地说道, 小伙子是你啊, 原来你现在就住在楼上, 这个女孩子就是你说的亲戚吧? 橙子听后感到有些乱, 她询问陆应彻, 什么状况啊? 我什么时候变成你亲戚了? 而且, 你家不是漏水住不了吗? 女人听后, 开始为她解释, 漏水没有的, 这还要谢谢你们, 只收我这么低的租金, 不然, 我现在不知道带着女儿住在哪呢? 真的非常感谢, 女人的话使得橙子内心一惊, 还真的从来没听她提起过呢。 这时, 小女孩跑了出来, 她大喊着, 是小哥哥, 这个小姐姐是哥哥的老婆吗? 好家伙, 这层窗户纸终于有人敢捅了, 只是还没有捅破, 女人也敢忙阻止, 对不起对不起, 小孩子乱说话, 不要理她。 小女孩大声告诉录应彻, 对了哥哥, 下次来教我弹琴好吗? 录应彻没有做出回应, 但是满脸全都是欣慰, 而这一幕正好被橙子看到。 橙子严重的录应彻, 她, 笑起来真好看, 真是为数不多呀。 深沉宁静, 悄然相复, 这样的夜晚, 突然发现, 星星有多亮。 正当两人惬意时, 突然录应彻的手机来了电话, 接通后, 那边就传来了一个女孩的大声呼喊, 小车哥哥。 录应彻告诉对面, 真是的不要每次这种小事都要找我好不好。 隔天乔欣找到录应彻, 想要让她参加校园圣诚诞文艺会演。 乔欣告诉她, 自己和沈优树再准备一个话剧, 而且, 想到橙子还没有节目, 询问她要不要一起参加。 橙子表示自己没有经验, 但乔欣却告诉她你不用担心, 音乐老师会和我们一起排练。 偷偷告诉你, 前三名的节目不只会被录制成视频, 还有超棒的奖品手办。 沈优树提出了要求, 只不过每天放学以后都要辛苦点留下来排练, 可以的话我就帮你报名。 橙子满脸的期待, 而录应彻则是一脸的嫌弃, 搞什么呀? 一听到要和这个书呆子一起排练就参加了, 真是个蠢女人。 紧接着, 乔欣开始告知录应彻, 我今天找你帮忙是因为, 在话剧里我还专门准备了一段舞蹈,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帮我钢琴伴奏。 乔欣的请求被录应彻一口回绝了, 我没兴趣, 钢琴曲的话, 你自己下载一首不就行了吗? 乔欣却表示, 因为音乐老师已经同意把钢琴借给我了, 如果你能现场伴奏的话, 舞台效果一定会很棒的。 谁知这时橙子整了一句, 恕我直言, 你长得一点也不像会弹钢琴的样子啊。 把录应彻都整无语了, 弹钢琴的人长什么样子? 还有你跟着点什么头啊, 书呆子。 乔欣听后, 笑着给他解围, 不是的啦, 录应彻其实非常会弹钢琴哦。 对了, 我给你们看, 我在家里的相册上找到的, 说着, 乔欣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很可爱吧, 录应彻小时候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获奖照, 看到照片后橙子无比的惊讶, 原来你们小时候一起学钢琴的呀。 说到这里乔欣露出了一脸的欣慰, 我们小时候经常一起练琴, 老师很喜欢录应彻, 说他很有天赋。 我们练琴有不懂的时候经常问他的, 而且我印象里录应彻练琴非常努力, 总是最后离开教室的。 老师说录应彻以后会很有前途,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没再来上课了。 就在这时, 不知为什么突然录应彻就急了。 他对着乔欣大喊, 你说完了没有? 我已经说过了, 我没兴趣。 这一举动导致四人僵持在了这一刻, 空气似乎都凝固了。 片刻过后, 录应彻调整情绪告诉几人, 我不想再提弹琴的事。 这时橙子告知他, 其实乔欣也是好意了。 班主任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报名节目的吗? 可录应彻听后并没有做出回应, 而是转身离开了。 为了缓解乔欣的情绪, 橙子开始转移话题, 可能今天心情不好, 你别太放在心上。 到了晚上, 录应彻开始思考, 内心里浮现出一个画面, 我的情, 早就已经哑了。 结果第二天录应彻就得到了班主任的一顿调。 文艺慧眼, 全班只有你一个还没报名。 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参加吗? 这货做出了想当年我不敢做的事。 他对着班主任直言, 老师, 参不参加是我的自由。 很显然, 在班主任面前你没有自由, 班主任开始大吼。 谁给你的自由? 期末个人品行分都不要了是吧? 突然沈优树打开门走了进来, 班主任表演了一个一秒变脸。 沈优树, 我记得你们是拍话剧吧? 还有空余的名额吗? 沈优树迟疑了一秒后开始回应, 有的, 不过, 还没等沈优树说完, 班主任就自言自语道, 太好了, 把我们班这个学生加进去行吗? 录应彻则认为, 老师你很多管闲事爱。 真蠢货, 还真是啥话都敢说呀。 结果不弃而喻, 肯定是要挨上几个大逼斗。 下午成子就开始欢迎录应彻的到来, 录应彻有些纳闷, 你这是什么意思? 橙子打开门表示, 其他全都是又漂亮即台词又快的实验班的同学。 我们普通班的要相互扶持哦, 只有我俩是一个画风的。 很快, 乔欣就开始对着所有人呼喊。 参加话剧排练的同学到我们这边集合了。 我们的道具服装今天已经送到了, 大家先按照自己的角色来领取一下。 录应彻一脸的不情愿, 居然还有服装, 虽然不想演, 但还是希望服装不要太丑。 这时沈优树走过来, 给录应彻递递了一本剧本, 并告诉他这是你的角色。 可录应彻却无所事事地表示, 什么都好, 我打个酱油就行。 沈优树打断了他, 不是的, 因为你临时加入,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角色是空缺的。 是其中一个主角。 录应彻听后那么急了, 搞什么呀? 既然是主角, 为什么到现在还是空缺的? 说话间, 一旁的橙子走了过来。 会长, 录应彻是这套衣服吗? 录应彻看到衣服后直接就傻逼了。 卧槽, 怎么还有这种衣服? 哈哈哈哈, 现在大概是录应彻一生中最后悔的时刻。 橙子则在身旁不断地偷笑, 因为这个反串角色没有人怨言了。 哈哈, 加油了, 你穿这个一定很好看的。 可二令人没想到的是, 录应彻直接摔门而出了。 橙子赶忙上去抓住他, 等一下, 说好的普通版的互相扶持呢。 听到这话后, 录应彻一把勒住橙子, 倒是你, 你明知道只剩下这个角色故意不告诉我吧? 算我错了, 你就参加吧。 两人亲密争吵的一幕, 又一次地被身后的乔星看在眼里。 看这样子, 这个逼是想要黑化呀。 纯纯心惊女一个。